大家好 我是罗翔 李旦找过我好多次 说罗翔老师 你来吧 我们都想让您来讲一讲 我说我不会搞笑 我是做普法教育的 李旦激动地对我说 那您更得来了 我想了想还是来吧 毕竟脱口秀也不是法外之地 果然我来了之后 李旦问了我一个员工解约的问题 朱一旦呢 问了我一个合伙人退出的问题 张雨琪呢 问了我一个理定婚前财产协议的问题 一下子把我给问懵了 我说我是教刑法的 我哪懂这些呀 在座的呢 我最怕钟美美 因为我是老师啊 我怕她学我说话 钟美美要是掌握我说话的精髓 那很可怕呀 她在家写作业 都很可能跟她爸妈说 强迫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熬夜写作业 知道这属于什么吗 属于什么 属于雇佣同工从事危重劳动罪 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钟美美这样的同心 属不属于同工 2020年啊 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奇的一年 突然呢 就进入到一个全民网课的时代 有人啊 把我在后大讲课的视频 搬到了B站 很快呢 就有一千万粉丝 我真的没想到 大家最喜欢的网课 居然是刑法课 但是有没有学以致用啊 就不知道了 我曾经被一个疯狂的同学 骑着自行车 追了两条街 他大喊着 张三老师 他的法律课都会举一个例子 叫张三 就所有的罪都是张三 大家都是法外狂独张三 你的课我都听过 给我个签名吧 我说同学 这里是北京二环 你的时数已经超过了40麦 是二环平均时数的10倍 你回答我 你属于危险驾驶吗 他没有回答 他回家了 这就是学刑法最崩溃的时刻 就是这个问题老师明明讲过 你还笑过 但是你就不知道怎么做 上网课是个好事 但有些同学呢 急于求成 就变得焦躁起来 很多人沉迷于寻找独立的意义和价值 渴望跟人类伟大的传承相隔绝 于是幻想着进入到一个黄金时代 结果却掉进了一个粪坑 这话不是我说的 我也说不出来 这话谁说的 谁说的 鲁迅吗 这是奥利亚说的 有个同学听了说 嗯 奥利亚说的没错 所以说人呢 还是应该多看书 少上网 我时常告诫自己 我想 你唯一能沉迷的网 就是罚网 我暂时退出微博了 因为老爱骂呀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说明虚荣是有代价的 有句话就是写给我的 荣誉是有限的 只有德行才是永恒的 这句话要时刻放在心里 但千万不要发到网上 所以朋友也劝我 你别老发那些高深的东西 你发自拍呀 就我这个颜值发自拍 虽然不违法 但是也有一点不到的 除非我用Oporello5 幻彩人像视频美言 无论是自拍还是视频 都能美出自己的特色 美得出其不意 你们想看吗 算了 我就不发了 我怕我的肖像权 侵犯到你们 今天来了 不能白来 还是给大家讲点 刑法学术概念吧 区别几个 基本的刑法概念 假如有一天 李旦给杨幂讲了一个段子 杨幂没有笑 李旦属于搞笑忌谁 还是为谁呢 很明显 搞笑为谁 要是杨幂在李旦讲之前跑了 杨幂属于啥 属于紧急避险 李旦又想给张雨琪讲段子 张雨琪在他讲之前 打了他一顿 张雨琪构成什么样 构成什么样 构成正当防徽 特别合适 李旦看张雨琪惹不起 说服王建国去给张雨琪讲谐音梗 这属于什么 属于什么 属于教说搞笑 后来王建国自首 检举揭发了李旦 由于他们俩是共犯 这个应该怎么判 凭借你们朴素的情感 哪个应该判得更重 肯定是李旦 因为他是煮饭 而且看起来就很坏 所以最后要怎么判 判处王建国 没收搞笑工具 李旦 剥夺搞笑权利终身 其实我个人觉得 人们本身不需要谱法 因为法律只是对人 最低的道德要求 如果一个人标板自己 遵纪守法 这个人完全有可能是人渣 今天这个反跨联网会 他们让我展望一下2021 我是一个理性的人 每一年都会有招心事 不过我相信 效果文化会越来越好 只要他们遵纪守法 谢谢大家 我是罗翔 大家好 我是罗翔 张绍刚说我模仿他 不准确 但我确实得感谢他 正是从他身上 我得到了灵感 创造了张三 他主持的节目 有张三的原型 但是大家千万 别把他们画等号 区别很大 张三还是很受欢迎的 这样不好吧 很准确 很准确 颜鹤翔啊 担心我抢他放吧 我哪能抢他放吧 他是被郭麒麟遗弃了 当然郭麒麟不构成遗弃 因为颜鹤翔有独立生活能力啊 郭麒麟对他也没有抚养义务 有人说啊 他们像离婚的夫妻 不准确 伙伙伙伙伙伴和伴侣是两个概念 所谓伴侣啊 我们普遍的祝福是一生一世 但是伙伴不一样啊 搭伙好几年 说善就能善 郭麒麟的行为属于什么呢 属于人之常情 仁至义尽啊 君子之交 荡如水 我们也该祝福 还有人担心啊 他会不会跳槽来理荡子 我觉得不会 大家放心啊 没有人跳槽 是从好公司往岔公司跳 说得好 法律允许不允许呢 允许的 但是不提倡 忽兰啊 也选了我 今天他和颜鹤翔啊 只有一个人 能从我这进去 忽兰是个胜负欲很强的人 在我们三人里啊 他更像大魔吧 而且一个脱口秀演员 居然开始 专严刑罚了 这太可怕了 这才是真正的想抢放我 颜鹤翔只是把注意力 放在我身上 却没有发现 恶魔在身边 一例进 毕老师的采访 像审犯的 我蛮欣赏的 他看似鲁满的问题啊 让我想到了苏格拉底 因为苏格拉底 也常让人下不了台 苏格拉底问了 雅典所有人 雅典人受不受得了呢 受不了啊 苏格拉底的下场 很长 我们还是 对 狂荣的 你但问过我啊 大张伟话太多扰民 算不算犯罪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 我真想给他定个追 但从法律来讲啊 肯定不顺 所以法律的伟大之处在于啊 他是超越个人情感的 不过话太多 法律允许 但是不提倡 他还问我 参加一个脱口秀节目 没有说脱口秀算不算诈骗 这就要看脱口秀的定义了 我不知道大张伟说的算不算 反正有人说 我说的是脱口秀 马斯纯 用错过张爱玲语录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都是人类伟大先贤的传身头 马斯纯传错了 让我看到了张爱玲 想说 但没有说过的话 误解啊 是人生常态 理解本是稀缺的例外 你以为我在说哲学 其实我是在说科学 比如说酱油生虫 苍蝇惹的祸 酱油备了锅 但这不是质量问题 海天酱油提醒你 平时用完酱油 记得盖好瓶盖 别让苍蝇装了漏洞 在酱油的边缘 来回试探 这个苍蝇很可能是沾山转舍 五条人 我在他们身上 看到了我年轻时代的追求 浪漫主义 对既定规则的冲突 他们临场换歌 就是浪漫主义啊 浪漫主义是突破突破再突破 破坏破坏再破坏 五条人 是复活复活再复活 我以前也爱浪漫 也唱啊 原谅我这压身 把这番终爱自由 太突然了 太突然了 今天就不多唱 我怕唱完以后 你们都不能原谅我 学了刑法 我就不敢浪漫 刑法强调 循规蹈矩 最刑法的 不能说你行你就行 说你不行就不行 刑法不是想法 不是看法 更不是心法 我是个浅薄的人 不是谦虚啊 有很多比我优秀的人 大家关注我 是因为我让他们发笑 有些案件本身就是断子 笑过后 在思考某些更为沉重的东西 法律是很严肃的 觉得有意思的话 投票 谢谢大家 我是教刑法的罗响 谢谢大家